台面上强势股开始点线面的扩散 提到说生计股除了是政策的做多之外 那政策概念股当中 节能族群最近涨到 不管太阳能刚刚提到说 哇 报价在涨 另外风力发电 好 这些相关的个股 请这个帮我们看一下说 那真的在下半年就没有乌云了吗 你怎么做馆长 当然以目前来看 原则上当然有这个 大企业的助攻之下 原则上是好 那尤其台积电 它承诺要购买台湾相关的绿电 尤其风电的部分 太阳能 购买的一个瓦数 是逐年的增加 那最重要的是台积电 它是加入这个RE100 就是中文叫做 全球再生能源的倡议组织 那目前有加入的这些指标性的大厂 台积电是半导体的第一家 那国外来说 像是3M 花旗这种我们大概熟能想指标性的大型公司 都有加入这个RE100 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在所谓的企业例行所谓的ESG 这个所谓的环境责任的一些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 使用再生能源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尤其像苹果也是致力于这一块 所以说它未来挑选它的供应商 也是你要符合相关的一些ESG的规范 所以当然台积电也是非常努力在做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对节能整个产业来说 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中长期 不管是台湾 其实全球政府都在力推 连这些大型公司都在琢磨这一块 那目前来看台积电目标 在2030年它是希望目前就是说 主要的那种生产的厂房 是25%是用的电量是比较再生能源的 那非生产性的厂房 是希望在2030年 有100%的用电量都是以再生能源为主 那它加入了这个RE100的一个 这个再生能源倡议组织 是希望到2050年底之前 在台积电全球的据点 百分之百都会使用这个再生能源 那我觉得这比较难得就是说 对于IT产业来说 它的用电量是非常的高 如果你这些用电量这么多 你都还要用这个 全部都是用再生能源的话 当然我觉得对于绿能 这个相关的产业 我觉得中长期当然绝对是好的 那回到这些绿能的一些概念股 其实最近像是太然能族群 其实走势还蛮强势的 连续反弹 对那因为第一个多数太然能都是一些 因为过去获利不好 都是那种割位数的鸡蛋水饺股 所以有时候反弹起来幅度比较高 当然有一些获利不错的 不过整体来讲 我觉得短期内当然 也有见到这个电池 像刚刚汉城谈到的电池涨价的利多 我觉得OK 当然只是说目前在整个太然能市场 有时候因为过去杀价竞争 比较这个算是流血性的竞争 那目前当然极短线还没有看到 比较正面好转的迹象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用 利空出境最坏的情况 可能有过去的 来看这个太然能产业 那离岸风电的部分 当然就台湾来说是政策力推的一环 那原则上我认为 目前政府还在扶植这一块产业 我认为第一个相关的个股 像世纪刚中刚台船等等 是可以比较乐观看待 因为离岸风电的政策也是力推 就是说台湾的这些供应商的一些比重 也会做一个拉高 那再来以业绩的成长股来看 其实在下半年的一个部分 顺着目前IT产业的趋势 还有上半年营收来看 我大概挑了一档 像是做这个禁电防护元件的经验 因为它是目前亚太地区 唯一生产这个ESD的一个IC设计厂商 那这个ESD其实 以目前来看 其实主要就是 维系整个电子产品运作的稳定 不管你看像是高速传输的这些领域当中 像是资料中心等等 因为高速传输的情况之下 也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电流的一些影响 所以禁电防护元件的需求 它也会比过去增加许多 因为随着资料中心是逐渐的兴起 甚至现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原则上这一块的需求 它是有增无减 这也是经验 其实在近期也新打入的一些公司 那现在也是最流行的 所谓TWS的蓝牙耳机 那因为蓝牙耳机越做越小 我们都到这个晶片跟晶片之间的一个密度 其实它是很紧密的 那当然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电流运作过程当中 也会产生一些禁电放电效应影响 所以说它所需要的禁电的防护元件 ESD的需求 也会倍速性的增加 那另外所谓的快充高瓦数的充电 也要让电流更为稳定 所以对经验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上半年的营收都很好 那我会选出来的原因是说 在上半年这个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都能有公司缴出不错的成绩 不管是六月的营收是创下了单月次高 上半年的合并营收也创下这个同期的次高 我觉得算是相当难得 那第三季目前看起来 顺着我们今天谈到主题 很多消费性产品拉货增温 那原则上我认为营收有机会再创高 那以它过去四年的EPS跟配发的鼓励来看 都是相当稳健获利成长的公司 原则上我认为可以比较乐观去做一个期待 好 就在这个旺季效应带动唱之下 台股旌旗秀 接下来是不是就由业绩鼓做接报 非常感谢这个汉城 感谢胡玉堂分析师到节目现场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那么每周六晚间八点 请您锁定顾鲁洋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